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的時候超生氣的 我又不是政治人物 那你們一個新北市長 這樣欺負我們一個平民老百姓是怎麼樣 有關四叉貓在網路上 為特定政黨亂代風向淪為達首的爭議 不僅斑斑可靠也有許多的討論 甚至四叉貓自己還參加過 策異同樂會 要告侯友宜簡直是荒唐可笑 又要來撐一波聲量嗎 拜託 現在侯友宜根本沒聲量 現在罵侯友宜都會降流量好不好 他就是一個降流量的怪物啊 我將來要是架不出去 是不是他害的 今天他抹黑我 以後就沒有人要跟我結婚啊 他就拿起一包米 敲他自己的頭說 這個米怎麼是硬的 聽著在場的農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米每一包現在抽成真空都硬的 這不是嗎 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的意思是說米是軟的還是 他都不知道 就是你拿了那一包米 敲自己的頭 我在測試他的硬度還是怎樣 測試你的智商 他的意思是測試你的智商 他還有講說他 當時到北農去擔任總經理 是有經過一定的程序 並不是像你所說是農委會塞進來的 很想講帳話 謝謝 明明是他自己做的決定 明明是他同意的 他卻不敢承認 這就是柯文哲 這個就是這樣 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 我要跟大家抱歉 我們這種人就是太強調邏輯性 就是說你講話有沒有邏輯 有沒有那個 所以有時候遇到很多東西 所以沒辦法回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要再講一次 北農事件 這個 我想是將來 這個是台灣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韓國瑜本來在那裡就好好的 第一點 你們就是真的搶了菜灘丟的偏價 後來這個2018的故事 我也請韓國瑜到台北市政府來說 算了 不要跟他們吵了 我就給你一個有幾隻市政顧問 太高高興興 我連辦公室都幫他準備好了 是你們新潮流說不行 當然是這樣 韓國瑜那種的人 我就說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有義氣的人 他說算了 我不要製造你的困擾 人家就走了 但後面那個故事 這個台灣實在是充滿了驚奇 所以這個韓國瑜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北農你知道 當年就是新潮流 一定要搶這個位置 你去問那個段儀康 他塞了幾個人給我 一開始我說 我說你們至少要弄個專業的來 他就換換換 換到說這個 這個 可以扯上邊 還有一點 當時他是強迫 我們一定要接受 不然那個跟那個董事長綁在一起 他們就不同 他們就投票不同不同意 所以當時是董事長跟總經理 綁在一起投票的 沒有啦 我跟你講我不想在這個地方再提那些歷史事件 還是那一句話 新潮流沒到台灣不好 段儀康昨天有發列 這個模式 說同意的是 跟柯文哲的長途就是 說謊流產 他昨天會用規則 好 段儀康說柯文哲說謊 那段儀康到底現在 吞曲棍球了沒 在還沒吞曲棍球之前 段儀康都沒有資格說別人說謊 因為他正在說謊中 他的說謊是ING 那我們再來看到段儀康在 當時2019年的時候他接受周玉寇的專訪 被問到說民進黨九合一大敗 是不是就是因為搶了韓國瑜的位置 段儀康那個時候說 如果歷史不能重來 如果歷史是不能重來的 即便重來他還是要做 那政黨輪替本來就應該要我們派 這些話都是段儀康自己 曾經在媒體前面公開說過的 所以請段儀康自己回去想想看 到底誰才說謊 當他沒有吞下曲棍球之前 他都沒有公信力 再來我們還要再問吳英寧 當時呢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找到了一個吳英寧 結果他不進議會被詢 好那既然不進議會被詢 現在要參選立委的吳英寧 請你表態 未來你可不可以接受行政官員 不到立法院被詢 我們請吳英寧正面回答問題 我們請你回答